这是咖啡是吧 对 全是 就这边印象最深刻的 还是在咖啡田上的过山车 因为真的就是说 世界各地都可能找到过山车 但是像在这样一个世界级别的 就是咖啡区 哥伦比亚咖啡区 咖啡田上的这样一个过山车 真的是很特别 对对 这个地方就是哥伦比亚的咖啡公园 咖啡公园里的咖啡田 这是世界上最著名的咖啡区 哥伦比亚的咖啡区 一定不要出过这个咖啡主题的公园 你就在这个去咖啡公园的一个路上 从这个飞山到咖啡公园的 票价是一个人两千米左右 到咖啡公园 距离飞山就大概是五公里 那个下车之后 那边马路对面就是咖啡公园 咖啡公园这个对面呢 就是一排就是卖提前品的 卖饮料的 这不就咖啡吗 咖啡豆啊 我第一次出摸咖啡豆 咖啡红以后就可以把它摘下来 摘下来把它包开 包开以后进行晒干和烘焙 今天这个咖啡公园 目前这个咖啡公园它是没有英文标注 没有这些英文的这些这个项目的讲解 它这个门票呢 正常的就是成年人的 六万四千哥伦比亚比索 大概是一百一十块人比 身高在 九十厘米到一米二的 票价是四万九千哥伦比亚比索 最后一个是老人的 也是四万九千哥伦比亚比索 其实自己这样的就是老人 现在进到这个公园里面了一点 我们要坐缆车到这里 这里会有很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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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圈 消毒了 非常安全 我们打算目前是先到比较远一点的地方 然后呢 从远一点的地方然后再到这个再回来 就是咖啡是吧 对就是咖啡 从这边到了这边 这里边还有个玻璃碗 就是这个 这是哥伦比亚的邻居 然后教堂 完整的哥伦比亚小镇该具有的元素 它都全都具有 好专业啊 还是你看着上面的简笔 下面也有一些简笔 好玩 我不要试那个 我不要试那个 我真的不要试 这个很快 这个很快大家就一分钟两分钟 因为不能拍摄 所以没有无法记录就是 但是我会就是放上其他 其他人做这个的这个画面 你感觉如何 很刺激 想想看那个可能没有什么 看着他的时候没有那么害怕 这个弯道也不多 速度也不快 这个 现在是另外一个项目 这个体验完了之后呢 就湿山了 基本上 然后都湿了 头发也湿了 不太舒服 就是 总是在转圈 中间还有很多地方在喷水 它也不让就是录视频 因为你的相机或者是手机 可能会湿掉 或者掉到水里去了 这是一个比较尴尬的项目 所以这边印象最深刻的 还是在咖啡田上的过程车 因为真的就是说 世界各地都可能找到过程车 但是像在这样一个 世界级别的就是咖啡区 哥伦比亚咖啡区 咖啡田上的这样一个过程车 可能真的是很特别 对对 这边分了大概几个区 基本上每个区 每一部分都有那个餐区 比如说如果你早上上午来的话 在其中一个区 待完之后 我饿了吃点东西 然后再到另一个区 另一个区 玩完之后 到下午 离开期间还能再吃点东西 这边是这个咖啡农场 这是一个做咖啡的地方 这个地方就是哥伦比亚的咖啡公园 咖啡公园里的咖啡田 这是世界上最著名的咖啡区 哥伦比亚的咖啡区 哇 看这个咖啡豆 上面还有这个露水 看一下地 哇 太可爱了 哇 哇 哇 这是一样 红色的 是稍微 就是成熟了一些的 这边也是 这个咖啡豆 这是给咖啡豆去皮的地方 走到这边 哇 闻的特别的浓的那种咖啡的味道 这边都是这个咖啡豆的咖啡皮 然后到那边就是开始烘干 然后一步一步的这个过程 回来上来之后呢 你都很近距离的看到这个缆车 如果你也来到这个咖啡公园的话 你买票的时候 他会给你一个地图 地图上会标一二三四五六 这些地方尽量就是 还是按照他地图上标的那个数字 来去这些所有的这些地方 我们可能当时是担心 后面时间不够先去了最里面那些 但实际上是从一开始 他是就开始是走这个咖啡小道 他会给你介绍就是咖啡怎么培育 然后之后咖啡培育之后的一些 变成咖啡豆的这个这样一个过程 尽量还是按照他这个数字来前往 就是所有的这些地方 真的来到这个佩雷达的话 或者来到其他咖啡区的城市 一定不要错过这个咖啡主题的公园 这是最后一个我们要去的地方 这边的西洋刚落下去了 这个车的这个车票是两千别错一个人 然后和来的时候那个大的大巴士 那个巴士圈是一样的 我是阿通 如果你喜欢本期视频的内容 在屏幕的下方点赞或者转发 将是对他最大的认可 如果你对我过往巴士核的经历 以及未来更多的行程有更多的兴趣 非常欢迎在各大平台继续关注我的频道 目前我依然在环绕地球第二周的过程当中 你们的关注也是对我最大的鼓励和支持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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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